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介紹分享的是 賓氏的W205 那這一款的W205 以現在來說 它的整體的CP值非常高 如果以C300來說的話 大概中古車價的話 大概120到130萬上下 它的動力也好 配備也好 底盤也好 整體的CP值算相當的高 尤其是像這樣的2.0 四缸的渦輪引擎 動力也都足夠 那它的這個又是AMG的版本 所以它的整體的外觀 也非常非常年輕化 受到現在很多想要購買雙幣的車友 非常非常受到市場的歡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它原廠的譬如說大包的套件 或者是說鋁圈的部分 像這一款的鋁圈 它原廠是配置的19吋 但這個的話應該是夜色版 但這個鋁圈是後來 應該後來才加裝 所以這個是台規的部分 這個後面的鋁圈輪胎規格 是255 359 它的輪胎呢 車主也配得非常非常棒 這個算是PS4S 也都算是性能很棒的輪胎 那前面的話是235 359 所以這個是前後配的輪胎跟鋁圈規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 它前面前一個世代的W204 它的避震器還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世代呢 它的懸吊系統有在大幅的提升 前面的話已經變成是一個多連桿雙A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整體操控來說呢 應該會比前一代的還要來得好 那它最特別最特別的部分呢 是現在的這一套的阻尼呢 都做overdamping的設定 所以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它原廠其實還沒壞掉 它原廠的阻尼呢 非常非常的硬朗 如果以我60公斤左右的體重呢 往下壓的話 是不太有辦法下壓的喔 所以它的阻尼紙做得很硬朗 那像這樣的配置 跟陶皇的配置呢 其實在很多的 比較偏向跑車的設定呢 譬如說我們常常在拆到的保時解的系統 它的阻尼呢 就做得非常非常硬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這台車呢 一定會有很多的 譬如說你原先是開日系車 那現在已經改成是W205的車主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這台車怎麼會那麼點那麼跳 其實它不是特別點特別點 是因為它的阻尼設定的比較偏向運動版 所以這台車 在台灣不好的道路狀況 低速的時候 就會覺得特別點 那在高速之後呢 譬如說你開到 140 150 160 180甚至上去呢 我相信這樣的懸吊系統 就非常非常穩定 可是一般的車主 畢竟呢 行車的速度呢 還不至於會開到那麼快 所以就會覺得 在一般慢速道路的台灣道路狀況呢 就覺得不太舒服 那改裝KT之後 一定會比原廠的舒適很多 因為我們KT的在阻尼設置的部分呢 沒有像原廠做的那麼硬啦 那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好像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再補充一點好了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KT有附上座 那上座要特別注意喔 這台車如果拆裝的計時呢 它上座的這個 因為是歐規的柔紋材質 所以這個的螺帽啊 一定要用KT鎖附的螺帽 KT的上座用KT的螺帽 這個的螺帽呢 千萬不要鎖到KT的上座裡面 因為這兩個牙呢 是不同的 提醒技師或者是 有特別自己會DIY的車主呢 要特別小心一點 這個螺帽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後面喔 那這個算是後面上面的一個橡皮結構 這是後面彈簧的上班 它本來是這麼裝的 那為什麼這個要拆下來 因為KT它就有附一個總層線了 譬如說橡皮也好 Hirrokey也好 全部的零件呢 都不需要沿用 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 萬一 車主本來是改裝了其他品牌 它沒有這個零件 它要裝KT的話 那也不用煩惱 因為這個零件全部都要拆掉 有的 有的 這個O系的車設計的話 它是需要沿用這塊橡皮的 但是KT的話 這些全部都不需要沿用 它是有一個橡皮鎖附之後 再鎖附這個座 為什麼設計會比較特別的奇怪 是因為 它這個結構呢 是還可以for 氣壓板的 所以這個的結構 是氣壓板跟彈簧的是同一個規格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安裝完畢的一個介紹 後面的話它的上座要沿用原廠 上座在這裡拍得到嗎 上座在這裡 那上座下方呢 有一個藍色的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鼠尼的 往順時針的方向 往這樣子就會變硬 逆時針就會變軟 所以這個地方呢 來可以來調整鼠尼 那你從鏡頭再由下往上拍的話呢 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剛剛所說的 我們有附一個橡皮 有附一個彈簧調整機構 這個機構呢 是在調整車高的 所以這個橡皮呢 就有附了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任何零件 所以即便呢 原來是改裝其他品牌 那你來改裝KT也不用煩惱 因為這些東西呢 KT就都有附了 那一些防塵套啦 還有裡面有一個緩衝的饅頭 這些都是專用的規格 它的密合度都相當的好 那今天的車高 原廠的話大概是 這個AMG的版本已經比一般還要略低的 大概是接近三指幅左右 那今天的也沒有要降到特別低 會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的車高 那後面安裝的技巧呢 這種的話比較不會安裝上的失誤啦 有的一些脫衣臂的車種呢 就有可能桶身說的太短 它彈簧預載過多 那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的安裝技巧呢 除了我們像這個有標示一個黃色的貼紙 黃色的話就是放在上方 紅色的話就是放在下方 這個是記得一定要放在上方 放在下方的話呢 這個算是一個防呆的機構 放不下去 所以這個安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後面的彈簧攻擊數 我們配置的是15公斤 15公斤 然後 它的阻尼調整呢 等一下會設定大概在15到20段左右 這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也都電子懸吊了 這個後面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前一個世代就差不了多少 前一個世代的W204 設計上還有結構上還有配置上呢 是差異不了多少 最主要的差異呢 這個世代改變的是在前面懸吊系統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 前面的話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煞車 也都是特別有加大 然後這個是AMG的版本 是美規的 所以它的大爆的話 也都比較流線比較動感 好 避震器的部分呢 它算是雙A的懸吊系統 我們配置的彈簧攻擊數是 兩百長十二公斤 上座的話有附了 那它的拆裝的話 這台拆裝前面還蠻簡單的 不是很困難 這不用再拆 這個有一個特殊的 算是十二角新型的螺帽 這個不用拆 下面的兩顆連桿 把它螺絲拆掉之後 往下壓 避震器就可以取下來 不困難 這台前面還蠻好拆裝的 那一些用料的部分 像這個的 這樣 這個的 這樣 太暗了 因為白色的會反光 這個的 裡面的用料 我們KT的用料呢 主名有 是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整桶 進口IP的主名有 它並不是授權來台灣 這座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 穩定度 消耗性 種種的耐久度的表現 都相當的不錯 唯一的缺點 應該是單價比較貴吧 然後油縫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這個都是 很知名高檔的品牌 所以KT在用料上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側高部分的調整 前面也大概是兩十五左右 沒有要降的特別低 所以大概兩十幅左右 那這樣的車高調整呢 跟後面剛剛 第一個介紹的後面 是不太一樣的 它的車高調整 還蠻單純的 我們把腳管上方 這個齒輪狀銀色的頭板 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長度呢 拉長 車高就變高 這個往下縮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能夠調整到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大概剩下 輪胎到葉子板 大概剩下半十幅左右吧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雙A的懸吊系統 它的乘坐感 的確比前一代的W204 還要硬朗很多很多 所以聽到很多的 W205的網友 車友們都會提到 在版上會詢問的就是 這台怎麼會那麼硬朗 但這個並不是 它算是一個世代交替之後 想要讓它的操控 改得更好的一個設計變更 那當然操控也好很多 可是相對的舒適度的話 尤其是台灣的道路品質 不是很好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就沒有像前一代的那麼好 前面的部分的話 你鏡頭拉高 拍上面拍得到嗎 好 那你的鏡頭就好了 前面的話 它的上座呢 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那前面 因為這裡有一些冷氣的管路呢 所以 阻尼調整呢 從這個旋鈕上面來做調整 從這個旋鈕上面來做調整 這個是一個四缸的 四缸的渦輪引擎 這個還有一個 庫勒 好 那安裝完畢之後呢 前面剩下 又顯還在安裝當中吧 又顯還沒裝好 又顯也裝好了 那這裡有一些 它在腳管上面的原廠 在腳管上面 有兩條 煞車的ABS線 還有這個算是來定的 摩耗的一個感應線 所以在這裡 再遠一點 好 這個線呢 會有兩個固定線 會固定在避震器的下方 那這個下方呢 因為原廠的它的管徑呢 比較小 所以等一下這個呢 扣上去之後 如果緊度不夠的話 我們會再輔助一個束線帶 把它固定好 好 它外觀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 冰式W205 這台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那這台也有 4MATIC的 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KT我們全部都有 那但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因為前面的仰角呢 需要再開副模具 所以它的單價的話 會略高一點點 那不論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四輪驅動的版本 氣壓版本 我們全部都有 都有專用給W205 所試用的車款 那這台車呢 如果你剛好也是開這台車的話 也有遇到剛剛所敘述到的那些問題的話 很歡迎來KT來試乘看看 我們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如果你有相關問題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FB的 你打上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我們家的小編 或者是說你有任何產品上的問題 價格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詢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